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斯凯第三代磁吸数据线 磁吸这个技术大家应该也比较了解了 生活中接触的也比较多 比如说磁吸门 磁吸收纳 磁吸搭扣都用到了磁吸这个技术 我们的磁吸线也是运用到了磁吸技术 就以这一款三代线为例 它磁吸在垂直方向是比较省力就可以拿下来的 在水平方向的话就非常的牢固 磁力非常的强 磁吸线由两部分组成 磁头和线深 磁头可以插入手机充电孔中当作防尘塞使用 然后当磁头和线深连接时 手机就会开始充电 早在06年的时候 苹果在Mac上就已经推出了MagSafe磁吸充电器 到了16年的时候 苹果用雷电3代替了MagSafe充电器 我们因此也感到非常的可惜 于是我们就决定根据这个原理来推出一款 我们的磁吸线 也就是我们这个一代线 它是一个360度旋转的设计 只有一个触点 所以当时只能支持充电 但是不能支持数据传输 到了2017年 我们又推出了这一款第二代的磁吸线 它是五个触点的设计 它能支持数据的传输 但是由于只有三个触点能够支持数据传输 所以它不支持大电流的充电 也就是不支持快充 这是我们今年创新的新的磁吸线 也就是第三代的磁吸线 它的磁头是14PIN的金手指设计 能够支持快充的同时又能支持数据传输 然后它的线深和之前的线相比 可以看一下会更加的粗 能支持更大的电流 好的 今天我们磁吸线的介绍就到这里 接下来一期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斯凯磁吸系列的其他产品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